来 观音菩萨妙难愁 清静庄严 累结修 三十二应变尘差 百千万劫 化炎佛 平中甘露常变洒 手内阳之 不祭秋 千处祈求千处应 苦海长坐 渡仁舟 谢谢诸位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刚才念这几句 称赞的就是这位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今天念这几句呢 西游记说到这儿 观世音菩萨又要出来了 另外今天您看 我给您换的清凉一点 绿豆沙色 这个赶上大热天呢 又说着上火的书啊 咱们这个 红孩儿啊 说了也说了好几回了 别老穿红的了 又够热的了 另外呢 麻布丽丽的 今天能把这红孩儿 给他结果咯 让大家呢 也清凉清凉 西游记呢 九九八十一难 上回书正给您说到 第三十难 叫新元遭害 小回目 新元遭火败 木母被磨擒 孙悟空诸八戒 都不是红孩儿的对手 孙悟空被红孩儿这一把火 烧得焦头烂额 晕头转向 诸八戒去请观世音菩萨 请来一位假观世音 结果被红孩儿骗入洞府 装进如意皮囊 吊在火云洞中 就等着上龙屉了 那么孙悟空变化成 一只苍蝇 到火云洞中 打探消息 知道自己的失利 八戒背擒 想什么主意 能答救师父 答救师弟呢 孙悟空正在一筹莫展 突然就听见 这位火云洞的洞主 圣鹰大王红孩儿 呼唤了一声六剑将何在 喊了一声六剑将 呼拉一下上来六个小妖 这六个妖精 就是所谓火云洞 圣鹰大王手下的六剑将 那么这六剑将 西游记里面给他编着名字 很有意思 云里雾雾里云 急如火快如风 兴轰信 信轰兴 那多绕嘴这名字 但是您要仔细琢磨 六剑将这名字 照样还跟火有关 我跟您说了 西游记说的洪孩儿这一段 时时处处都跟火有关 洪孩儿手下这六位剑将 云里雾雾雾里云 这个也跟火有关 怎么讲呢 火如云 烟如雾 所以云里雾雾里云 说的就是烟与火 急如火快如风 这不用解释了 风风火火 照样和火有关 唯独这个最绕口的 这俩名字 兴轰信 信轰兴 就这俩名字 您要看 兴是哪个兴呢 兴圣的兴 兴旺的兴 轰火子边一个共 这是轰 轰好的轰 这个信太少见了 很少用这个字 这信字怎么写呢 左边一个火子边 中间是一个一斤两斤的斤 最右边这儿呢 是一个欠债的欠 换句话说 就把掀东西 掀起你的盖头来 你掀 提手换成一个火子边 这字就念信 那这字什么意思呢 制烤 就把肉放到火上 烤 制也烤也 为之信 所以你要是 你看这天 到晚上 您散了出路边 找一个烤串 来两盆啤酒 你要看哪家烤串店 上写 都是烤串 万一哪天 您这儿喝着啤酒 一台都看这 信创 这主人呢 有点文化 了不得了 其实就是烤的意思 那么西游记里面 写这个 星轰信 信轰星 还跟火有关 那么这六剑将 云里乌乌里云 即如火快如风 星轰信 信轰星 呼啦一下来到 红孩儿面前 单腿打仙 望第一柜 大王大王大王 有何拆遣 我说 六剑将 赶紧的 去请老大王前来 共享唐僧肉 寿言千计 快去 遵命 六剑将 答应一声 转身 出离火 运动 孙悟空一听 嘿 请老大王前来赴宴 孙悟空 嗡的一声 振翅而飞 他是只苍蝇啊 现在 跟着这六剑将 就出去了 跟在这六剑将身后 孙悟空心里琢磨 老大王 去请老大王前来 共享唐僧肉 老大王是谁 圣鹰大王 那是小大王 他要去请老大王 这红孩儿 连我这个正正经经的 叔父都不认 估计啊 他不会闲得没事认干爹 那这红孩儿的老大王 黄帆呢 就是牛魔王啊 嘿嘿 行了 这回啊 我有主意了 孙悟空啊 这么一琢磨 既然老大王 必是牛魔王无疑 我与牛魔王当年 结拜的弟兄 交情最好 想当初我们哥几个里头 我和牛魔王 情投意合 交情莫逆 最好的朋友 虽然 哎呀 屈指算来 好几百年没见过他了 事到如今 我身归正徒啊 归一三宝 做了佛门弟子 我这位老大哥 还是邪魔外道 好几百年没见 哎呀 我依稀还记得他的模样 这么着 我呀 变成牛魔王的样子 我就哄骗哄骗于他 到时候想个办法 把我师父师弟救出来 宋空想到这儿 振翅而飞 赶到这六将将的前头 潜到多少地呢 十几里地 宋空啊 摇身一变 变成牛魔王的样子 然后呢 又从身上拔了几根毫毛 张口这么一吹 说声变 这几根毫毛 就变成几个小妖 这几个小妖呢 驾鹰 牵犬 不往张宫 和这牛魔王啊 在这个山里头 好像是行为打猎的样子 宋空一看 没有破绽 变化好身形 在这儿呼呼喊喊 好像是打猎 就在这儿等着这六将将 功夫不大 这六将将还真来了 其中这星空信 信空星 眼睛最好使 远远的一瞧 货钱都呼呼嚷嚷嚷 一大堆人 这个人群之中一瞧 哎呦 这不是 我们老大王在那儿吗 兴空信信空星 紧走几步 扑通一声 往地人一跪 爷爷爷爷 给爷爷叩头 云里屋雾里云 急如火快如风 这哥四个 也是肉眼凡胎 也辩不得真假 一看兴空信信空星 扑通跪倒在地 口声爷爷 这哥四一看 嘿 说情老大王 这老大王在这儿呢 这哥四个 呼拉一下 齐刷刷跪倒在地 爷爷爷爷 小的们给爷爷靠头 孙悟空变化成牛魔王的样子 你们是哪儿的呀 爷爷爷爷 我们是枯松建火云洞 圣鹰大王拆遣而来 专门请爷爷您 前去火云洞 共享唐僧肉 寿炎千计 我那好儿子 请我前去吃唐僧肉 正式正式 您跟几个去吧 别忙 我出来带几个孩子 打猎来 没想到赴宴 这身衣服不合适 等着等着 你们就在这儿等着 我回家 换套衣裳再来 你们等会儿 别家 爷爷 您回家再换套衣服 再回来 那功夫大了 一个小时打不住 爷爷 干脆 您这事就挺好 您呢 跟我们去火云洞 共享唐僧肉 您呢 走吧 哎呀 这个赴宴有点 不到合适 这是我的幸福 应该换上我 赴宴的衣服 讲究 算了算了算了 哎呀 既然你们哥几个 一片诚心 邀请于我 行了 投钱带路 这哥六个 在钱的带路 这位假牛魔王 孙行者 带着自己毫毛 变化成的 这几个小妖 驾鹰千犬 跟在后头 直奔火云洞 急如火快如风 一看 离着火云洞不远了 撒脚如飞 往洞里禀报 大王大王 大王 爷爷来了 老大王 现在洞外 您赶快迎接吧 红孩儿一瞧 哈哈 啊 愿门的 你们哥六个 我最喜欢 你们是我这 火云洞中 六位健将 你们还真够健 快呀 这长点工夫 把老大王请来了 是啊 您赶紧 摆队迎接老大王 好好好 两郎动月 河洞的小妖 都随我出去 迎接老大王 红孩儿一声令下 就在这火云洞 动门以外 排排古月 一会儿的工夫 古月喧天 红孩儿带着 河洞的小妖 出来迎接老大王 红孩儿一看 父王 父王在上 受孩儿大礼参拜 说的话 普通一声 跪倒在地 帮帮帮 跪在地上 磕响头 孙悟空一看 好儿子 父王 乖儿子 父王 我那又好又乖的儿子 快快请起 父王 想啥 为父我也想你呀 好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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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悟空 可逮着了 父王 来来来 洞中请 孙悟空 大摇大摆 舔胸蝶肚 脉步可就进了火云洞 洞外头 河洞的小妖 都来迎接老大王 这个洞外头 吵吵嚷嚷 人声鼎沸 乱乱轰轰 孙悟空的一边 往洞里走 一边把身形一晃 自己毫毛变化成 驾应牵犬的那些 全部收回本身 趁着外边乱 谁也没注意 孙悟空迈步 进了火云洞 大把金刀 往正中一坐 洞海尔 二次跪倒在地 父王在上 海尔大礼参拜 哎 儿啊 免离平身 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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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啊 请为父道来 有何贵干 父王 有好事 父王 我抓了个人 特意请父王前来 共同分享 哦 什么人呢 父王 是个和尚 取经的和尚 从东土大唐而来 哎 孩儿听说 这个和尚非同一般 是实事修行的好人 要是吃了他的肉 可以长生不老 寿比蓬莱不老先 因此 孩儿不敢独享 特意请父王前来 共享唐僧肉 寿言千计 哦 谁 父王 怎么了你 我抓的是个取经的和尚 什么和尚 东土大唐而来 前往西天取经的和尚 啊 莫非是唐僧吗 正是 哎呀 儿子 莫非 是他孙行者的师父吗 父王 不要紧的吧 是孙行者师父 东土大唐高峰啊 我已经把他抓来了 吊到后洞 就等着洗干净 上龙体蒸了 哎呀 你怎么敢惹他呀 哎呀 他可是孙行者的师父啊 我知道 孙行者也没什么了不起 还师父 更不怕了 我已经抓来了 您就安心享用 哎呀 那孙行者 其实好惹地 为父 我不曾与你演讲 当初为父 与孙行者 拔败结交 我们是一蒙把兄弟 我是太了解这个人了 这个猴儿 五百年前 大闹天公 十万天兵天将 部下天罗地网 都奈何不了于他 哎呀 你怎么敢招惹他的师父 快快快 把唐腾放走 千万不要惹孙行者生气 倘若惹那猴儿生气 嘿 你 与为父 也不是那猴儿的对手 他也不用与你对手 看 就拿金箍棒 往你这 六百里 钻头豪山 半山腰 土 这么一杵 前山扎进去 后山扎出来 前把一台 后把一呀 嘎巴一下 能把你这六百里豪山 就给你掀了 儿啊 神通广大的孙猴子 你都敢惹呀你 你好大的胆子 快快把他师父放了 是 他师父 没什么了不起 孙悟空 更没什么了不起 父王 您放心吧 我跟孙悟空 已经交过手 而且打了不是一回两回了 我与那孙悟空交手 你孩儿我看 他这条金箍棒 没什么稀奇 孩儿我不惧 后来他有个师弟 叫猪八戒 从鞋子里过来 要帮兵助阵 是孩儿我 喷了三倍真火 把他们给烧败了 头一阵就败了 后来他们 请来四海龙王 灭不了我的真火 反而把那孙猴子 烧得晕头转向 好像没烧死 他们 不是我的对手 那猪八戒 还要去请 观音菩萨 还是我变化成观音菩萨的模样 把猪八戒也给骗了 父王 您瞧 看见我这如意皮囊呢 里面装的就是他的二十里猪八戒 孙悟空已经被我烧得晕头转向 猪八戒 陷在如意皮囊之中 他师父 吊在我的后洞 父王 您还怕什么呀 哎呀 哎呀 你 虽然有三倍真火 奈何那孙猴子 有七十二般变化 他可会变呢 父王 变有什么了不起的 随他变去 爱变什么变什么 变成什么 他也进不了我的枯松剑火云洞 哇 会要讲的太满呢 他要变个个大的 你不放他进来 狮子老虎 豺狼虎豹 你在门口多派几个小妖 把手动门 他进不来 可是那孙猴子还会变小的呀 他又变个蟑螂 小强 变个蚊子 苍蝇 从门缝里就钻进来了 拦你都拦不住啊 再者说 倘若那孙猴子 变化成为父我的模样 儿子 你又当如何呢 父亲 你也太长孙猴子志气 灭孩子我的威风 凭那孙猴子 童心铁胆 我量也不敢进我的火运动 您就放心 放心大胆 您跟孩子我吃这顿 唐僧药就完了 我把猪博戒 待会也上龙替争 唐僧 咱们一人俩分了 猪博戒 给合动小妖一分 皆大欢喜 这多好呢 您担什么心 害什么怕 嗯 儿啊 既然如此 我儿 你有把握 有把握 好 既然 我儿有把握 没服我就放心了 这不就完了吗 父王 您既然放心 孩子们 赶紧这儿 把唐僧 衣服扒光了 搁池子里洗干净了 涮干净了 准备龙替 烧火 上锅蒸 连猪不见一块 红孩儿一声令下 小妖们 七手八脚就要忙活 孙悟公也别见 这就争了 啊 儿啊 儿啊 慢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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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 可以放心大胆 享用唐僧肉 不过 孩儿 不忙不忙 为父 我今天吃不了 啊 父王 您今天怎么吃不了 儿啊 哎 为父我 岁数大了 年纪大了 想着这一辈子 干了不少的坏事 你母亲 也归劝于我 让我呀 既得行善 做些好事 折着我 以前做的这些 恶事 可是为父我一想 我平时能做什么好事 我能行什么善 我长这个模样 我出去行善去 再把人吓死 更坏了 为父我一想啊 得了 我就听从了你母亲的话 我呀 现在 持斋戒 父王 您怎么着 我现在 持斋戒 红孩儿上下打量 父王 您持了斋戒了 哎呀 红孩儿转念一想 慢着 我父王 活了一千多岁了 干了近一千年的坏事 持斋戒 能折过来吗 啊 父王 您 是持长斋呀 还是 月斋呀 也不长斋 也不月斋 我呀 我这斋叫雷斋 哦 父王 什么叫雷斋 雷斋呀 一月 我就持四天 哪四天呢 三心逢初六 一共是四天 那为什么 说什么意思呢 一个月里面 天干地支里面 这个心 赶上三个心日 再加一个初六 一共是四天 因为一个月 凑不齐四个心日 只有三个心日 七天一心 七天一心的话 只有三个心日 所以呢 加上一个初六日 四天斋日 所以牛魔王说这个呢 我雷斋 一个月 十四天斋 就是三个心日 加一个初六 就四天 那位说 这是佛教说法 不是 佛教说法呢 也有斋日 其实哪个宗教 都有 因为我不太了解 其他宗教 据说啊 好像 伊斯兰教的朋友 今天还是 反正这两天开始 好像开始 斋月了 那 那么佛教 也有斋日 那佛教说 这个斋日呢 一个月 一个月里面 有六斋日 初八 十四 十五 二十九 三十 二十三 二十九 三十 大概这么几天 叫六斋日 那么这六天里面 应该持斋守戒 是清静日 那么那位说 不是持斋呢 您听 王老师讲啊 他老说 持斋念佛 有时候还说 持活念斋 我说你多大度量 持活 持活念斋都来了 持斋 一般老百姓都说 持斋念佛 其实不然 您要看西游记 写得清楚 西游记写得 就是原始含义 持斋 手持的持 那么斋是什么 斋 过五不时 为之斋 这是一种方法 你不能吃这方法 你应该手持这种方法 所以叫持斋 过五不时 为之斋 另外呢 手几条戒律 一共叫八戒 前文书 收出个戒的时候 给您说过 叫八关斋戒 杀盗淫忘酒 五戒之外 再加几条 不睡高广大床 不香油涂身 不歌舞 祭乐 顾网观听 然后加上一个 不非时时 就是不过 就是过五不时 过了中午 五时以后 就不再吃任何 可以咀嚼的东西 这个叫过五不时 那么再加上 这几条戒律 在这一个月 六斋日的时候 佛教徒呢 应该 最好的话 有可能 守这个八关斋戒 这叫持斋戒 但后来老百姓呢 就约定俗成 好像觉得吃醋啊 就叫吃斋 所以很多人就误解 吃醋就是吃斋 不见得 我现在教这外国学生 其中有一小男孩 特酷 他这名字叫Cooper 然后我就说 你就是酷 然后我想给他 起一中文名字 叫冷 特酷 然后他自己 给自己起一中文名字 叫拽 对啊 特拽 然后他的同学 都管他叫拽哥哥 反正这个 反正又冷又拽又酷 这么一孩子 我一跟他聊天呢 他说他吃醋 但是不是佛教徒 美国人 他父母就吃醋 素食主义者 所以吃醋跟吃斋两回事 所以最原始的说法 就是真正本意的说法 应该是持斋 就是西游记里面写的 持斋守戒 这个是正确的含义 那当然这个咱们 书不戏表 牛魔王跟红孩儿 说自己持斋戒 这红孩儿一听 我父亲的父亲 干了一千多年坏事了 一个月就首次天斋戒 您折不过来吧 哎呀 红孩儿一听慢着 我父亲不像这人呢 他不像持斋守戒的人呢 怎么突然持起斋戒来了 啊 父王 您这稍坐片刻 我下去吩咐吩咐 红孩儿转身行 离开厅堂动府 来到外 悄悄地把自己手下 这六剑将就给叫来了 我问问你们 你们六个 从哪儿请的老大王啊 哎 就咱们山里头 连我这六剑里豪山都没出去吗 没出去就 就离洞不远 几十里路 就在半山腰 我们就碰见老大王在那行为打猎 哦 红孩儿明白了 这孩子嗷一声 明白了 嗯 怪不得你们六个 把老大王请的这么快呢 我还夸你们哥儿六个呢 感情是半路请来的 没回老大王家吗 没回家 半路就碰上了 坏了 他 不是我父王 这六剑将一看 扑通一下全跪了 大王大王 大王 您有准爸爸吗 费什么话 起来起来起来 我哪儿 我怎么没有准爸爸呀 我父王 是牛魔王 大王 您发烧了 牛魔王 老大王 不坐在洞里头呢吗 大王 您老喷火 把脑子烧坏了 自己亲爸爸都认不得了 别废话 里面这个 看样子挺像 可说这个话 不像我父王说的呀 恐怕有假 我吃了他的亏了 你们哥 你们哥几个 吩咐下去 让河洞的小妖 准备停荡 会使刀的 刀出窍 会使枪的 枪在手 会使棍的拿棍 会使绳的给我捧绳 带我进去 再用言语相问 倘若他是真的老大王啊 别说今天不吃 唐僧肉 再 搁上十天半个月 也还不吃 他若是假的呀 你们听我一声令下 一起动手 把他给我 绳捆锁绑 千万别让他跑了 得了得了 这六剑将下去 赶紧准备 红孩儿 二次转身行 来到青堂之上 父王 父王 我有一事 要在父王面前请教 四家骨肉 不必这么客套 家无常理 什么请教不请教 有话 讲在当面 甭这么客套 父王 这回请您 来到孩儿 我这座洞府啊 一来 为了共享唐僧肉 二来嘛 有件事 我不大清楚 父王 前两天 孩儿我闲得没事 出去 驾云消遣 脚驾祥云 在九霄空中 我碰见一个人 什么人呢 我碰见 张道陵先生了 哦 莫非 是那天师 张道陵 父王 正是 道陵先生 子平之术 甚是精熟 他看孩儿我 长得天庭饱满 地隔方圆 五官端正 相貌清奇 他要给我掐算 掐算 问孩儿我 生辰八字 别位 西游记里面写 洪孩儿说 碰见这位 张天师 张道陵 子平 精熟 这不合理 为什么 子平 什么人呢 为什么 子平 精熟呢 子平 是徐子平 他创造的 用 生辰八字 掐算人的 这个性命 算命 用生辰八字算命 是这徐子平创的 所以后人称为 子平之术 可是这徐子平 什么时候人呢 北宋年间人 明朝人写小说 明朝人 说子平之术 可以了 但您搁在这个 唐朝故事里头 这就不太合适了 所以呢 不如给他改了 那就是 金字买卖 比较精熟 会算命 父王 他问孩子 我生辰八字 孩子我年纪小 我不知道啊 父王 您今天来了 我在您面前 问一问 孩子我什么时候生的 我生辰八字 是什么呀 您告诉告诉我 将来碰见张天师 我让他给我算算命 啊 宋风心里话说 我一路上保护师父 遇见多少妖精 没遇见过这么难缠的孩子 啊 问我点家常里短 问我点聊斋 问我点评书的事 我都能说呀 哎呦 问我这个我哪给你编去 生辰八字 我知道你什么时候生的 我跟你父亲 拔败结交的时候 你父亲还打光光呢 哎呀 这孩子好机灵啊 我瞎编一个 不成 瞎编一个破绽就露出来了 孙悟空心里着急 脸上可不带出 嗯 儿啊 为父 我年纪大了 一千多岁了 记性不好 儿啊 再加上这两天呢 事多 我那来学生 事太多 我记不住啊 儿啊 别着急 过两天 我回家 问问你母亲 你母亲呢 记得你的生辰八字 道实话 我再告诉你 也就是了 啊 红孩儿一听 把眼睛一瞪 父王 您平常 把孩子 我的生辰八字 常常挂在嘴边 说我 寿雨天奇 您从来没忘过 怎么 到如今 您把我生辰八字 忘了 哈哈 你是假的吧 孩子们 红孩儿一声令下 呼喊一声 孩子们 呼啦一下 火云洞中 这帮小妖 嗷嗷一嗓子 冲上前来 红孩儿早已经吩咐过了 刀枪并举 这帮小妖 举刀动枪 骑奔孙悟空而来 孙悟空把脸一妈的 献出本相 哈哈 乖儿子 你在哪上的学呀 打起老子来了 这红孩儿啊 一听 他张嘴还是老子 红孩儿 含羞带亏 把头一滴 心里会儿说 我这亏吃大 我叫了他多少声 爸爸 红孩儿把头一滴 含羞带亏 答不上话来 这会儿 孙悟空 化作一道金光 早已离开火云 这帮小妖一看 大王大王 跑了 让他去 这回 我吃他一个哑巴亏 孩子们 他师父在咱们手上 看好了 别中了 别中了他的奸计 红孩儿 叫暗气暗憋 忍了 也不追赶孙悟空 孙悟空化作一道金光 出离火云洞 来找沙和尚 沙和尚 在这枯松建火云洞外 树林深处 看着行李马匹 朱伯爹也没回来 大师兄也没回来 这么着急呢 就听见 松林以外 孙悟空啊 哈哈大笑 嘿嘿嘿嘿 哎呀 好高兴 大喜事 孙悟空回来了 沙和尚赶紧站起身形 大师兄 什么事 这么开心呢 嘿嘿 哎呀 沙师弟 我呀 帮了一回爸爸 哎 沙和尚一听了 常叹一声 大师兄 你也真没力 大师兄 师父还在妖怪手中 您光顾着开心 占人便宜 师父性命如何 您赶紧想办法答救 没关系 没关系 沙师弟 弹放宽心 我都打听清楚了 八戒也在洞中 被他吊起来 师父 安然无恙 还在洞中 沙师弟 你看着行李 我去请菩萨来 降服这妖精 大师兄 你 不是腰疼吗 这场火把你烧的晕头转向 腰酸背痛 你还架得云吗 你腰不疼了吗 不疼了不疼了 人逢喜事精神爽 给人当爹腰不疼 沙盒一听 哪有什么后半去 大师兄 那 你可快点回来 你跟这妖精 结下仇了 唯恐 师父性命有伤 你快去快去回 放心放心 一会儿工会儿 我就回来 孙悟空 下筋斗云 展演之间 来到南海 多快 十万八千里 一个筋斗就到 来到南海 布达拉山 也叫普陀洛家山 前文书给您说过 这是一音 普陀洛家 也可以翻译成布达拉 所以您看西藏的布达拉宫 就是观音菩萨居住之处 那么一般的翻译 汉族的佛经里面翻译 观音菩萨居住之处 叫普陀洛家山 孙悟空来到普陀洛家山 按下云头 整理一斤 恭恭敬敬 迈不向前 早有诸天恭候 打赦 打赦 老家老家 赶紧禀报菩萨 就说孙悟空有 要事拜见 求菩萨来了 打上捎带 诸天天神不敢怠慢 禀报到朝阴洞中 观世音菩萨传下法旨 患孙行者进监 孙悟空恭恭敬敬 跟着诸天天神 来到朝阴洞 来到观世音菩萨 连台之下 跪倒在地 双手合十 菩萨下拜 菩萨 孙行者 孙悟空恭敬敬 给您 靠头 猴尔 不保护金蝉子 西天取境 来到南海 找我作甚 菩萨 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 孙悟空 就在观世音菩萨面前 如此如比 这般这样 把自己 师父 如何被 红孩儿所擒 八戒 如何被 红孩儿所骗 现在 火云洞中 以及自己 两次与红孩儿交战 怎么请四海龙王 所有这些情节 跟观世音菩萨 诉说了一遍 观世音菩萨一听 好玩 那红孩儿 用三昧真火 你去请四海龙王 凡间之水 焉能灭德 你 应该前来请我呀 菩萨 请了 不跟您说了吗 我派八戒 前来请您 未曾建造物呢 是啊 菩萨 他没到您这儿 就让红孩儿 给骗了 红孩儿 变成您的模样 把我师弟 给骗了 好 观音菩萨 双眉紧锁 勃然大怒 菩萨 菩萨也会发怒 菩萨当然也会发怒 佛菩萨也能发怒 为什么呢 佛菩萨就是老师 老师哪里不动怒呢 是不是 您说我也是老师 我就是脾气最好的老师 没气没囊 您平常熟悉我 没脾气 我平常当老师 没发过 尤其近两年 岁数大了 一点火气都没有 但是 您说这个老师 脾气特别好 老慈眉善目的 老面带微笑的 可是遇见那个 特别难以教化的学生 反正老师热急了 老师也能发怒 打个比方说 学生上课老说话 我这讲的课 学生在 我这不说 他那不说 我这电门 我这一说 他那就说 我一般的都是很和气 您别说了 待会再说 我接着讲我的 我这一讲 他那又说上了 别说了 待会再说 下课再聊 我接着讲我的 他还说 别说 要不然 您出去说些 我还得客客气气的 我这还讲 他还说 急了 佛菩萨献愤怒相 一样 所以你要看 佛教造像里面 有一类相 叫冥王 就是佛菩萨愤怒相 凝眉立目 特别的甚人 猙獰的 就是对于那种 特别难以教化的众生 震慑你一下 一样 观世音菩萨一听 啊 啊 勃然大怒 好 脱腰 竟敢变化 本菩萨的模样 招摇撞天 不成 话音一落 再看观世音菩萨 掌中的镜瓶 交给右手 把这镜瓶往潮音洞外 啪 就扔出去了 菩萨 一边扔这镜瓶 鼻子里面 哼了一声 哼 哼 这镜瓶就寄出去了 孙空在旁边一看 一跺脚 嘿 这菩萨 这菩萨火性未退 哎呀 俺老孙也不会讲话 你说这 实话实说 你看看 你看看 把菩萨的火性 弄给激起来了 因为俺老孙这一番话 菩萨 这么多年的道号 你看看 败露了 败露就败露 别扔东西 会过日子点 这么好镜瓶给扔出去了 你给我呀 菩萨 你那 你那把镜瓶扔了 你那把镜瓶赏给他老孙呢 菩萨 也不理他 把脸一沉 一句话也不说 孙空 你看 什么意思 功夫不大 就听着潮音洞外 海水翻滚 呼 送空 顺声音往潮音洞外 南海海上这么一看 就看见 海面之上 拨开浪链 紧跟着这翻波踏浪 出了一东西 什么东西 大乌龟 一只大乌龟 风波踏浪 可就上个岸了 你上岸 孙空一瞧 嘿 感情这乌龟背上 驮着观音菩萨 这只镜瓶 啊 孙空一看 菩萨 好的谱啊 专门有人给他看瓶子 扔出去还能捡回来 啊 这是宠物啊 再一看 这乌龟 驮着镜瓶啊 慢慢悠悠 慢慢悠悠 爬到岸上 来到潮音洞外 冲着洞中的菩萨 把头一点 点了二十四下 这就算二十四拜 拜了二十四拜 观音菩萨 点点头 拿杨柳枝一点 悟空 去 把镜瓶 给我拿来 领阀指 孙空 迈步上前 一伸手 大海龟背上 这只镜瓶 孙空 伸手 也 哦 好重啊 嗯 抬几台 晃几晃 瓶丝不动 啊 推了半天 半毫都不动 哎 菩萨 好沉啊 菩萨一看 嗯 连个瓶子都 低了不动 还想降妖捉怪呢 哎 本菩萨 我也是认错了人了 所拓 非累啊 嘿 菩萨 我当初 也替您拿过呀 没这么沉呢 哦哦 菩萨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这两天呢 被红孩儿烧的 我呀 烧得金松骨软 浑身没劲 有点中暑 这意思 低了不起来 您让我缓缓 您这有祸香正气吗 给我点 我缓缓 一会儿就能低了起来 婆侯 闪退一旁 菩萨 迈步向前 一伸手 轻轻松松 把这镜瓶低了起来 在掌中一拖 猴儿 你哪里知道 我这镜瓶 就这点时间 已经将 五湖四海三江水 进行借来 尽装在一瓶之内 猴儿 你有多大力量 还能架得起 五湖四海三江之水吗 扔出去 乌龟又拖上来 眨面工夫 五湖四海三江水 都进了瓶子了 原本他这么沉呢 哎呀 大菩萨 法力无边 猴儿 我这 镜瓶之中 乃是甘露水 能灭纳 红海尔三昧深火 哎 我打算 让我的擅财龙女 带我的镜瓶前去灭火 可是猴儿啊 我知道你 你这颗心 最奸化 看我这龙女 长得漂亮 我这镜瓶 又是法宝 不定想什么主意 从龙女手中 骗我的镜瓶 到时候啊 我还得费力去寻你 猴儿 要想用我这镜瓶之水 去灭纳三昧真火 也不难 猴儿了 留下一样东西 当抵押 嘿 菩萨 小心眼啊 菩萨 您瞧我浑身上下 哪样东西 能抵押过您这镜瓶啊 就别说这里头有五湖四海 三浆水 空瓶子 您这都是宝物 您瞧我浑身上下 我这大罐 二百多块钱 另外 当初您赏给我的 在这说了 我浑身上下 虎皮裙 我解下来给您 这您也不吸得药 哎 菩萨 我浑身上下 最值钱的就是这个 纯金的 您瞧这 您瞧这 孙空把毛一撩 您瞧这个 就这个 也是您赏的 不过这东西最值钱 自从到了头上 就摘不下来了 铺子 您念个松鼓咒 您把他吞下来 我交给您 您当底呀 您瞧好不好 反正我这金箍棒 不能给您 金箍棒要给了您 降妖捉怪 没兵去了 您干脆吞这个得了 哼 好玩儿 好油嘴滑舌呀 你身上 你身上 还有件宝物呢 金箍棒不能给您 金箍棒 你又不退 还有什么宝物 你那脖子后面 还有救命的 毫毛呢 菩萨 也是您给的 想当初 您老人家 赏给我这救命 毫毛 我带下一根的 我怕剩下那两根 就不管用了 菩萨 干脆 您一根都别要了 哼 泼猴 你这泼猴 一毛不拔 管菩萨 我也是善财难舍呀 菩萨 咱别逗了 功夫可不短了 菩萨 不看僧面 看佛面 就求您 辛苦一趟 救救我师父吧 好 头尔 头前带路 你说这菩萨 菩萨 也打哈 您说佛教 一说什么信佛呀 听法师讲课呀 好像都是那个 特严肃 特枯燥无畏 不然 我听过很多 法师讲课 比如说有 还有不是法师的 是大善知识 大菩萨 南回锦老师讲课 净是包裹 我听过有些法师讲课 里面也是包裹 很可 很可爱 很有趣 再加上我前两天采访那位 言谈法师 多少包裹 这个说话就很快乐 不是一脸死板的样子 不是您想的信佛 都是那个 五迷三道的 那个假不假样的 道貌岸然的不是 佛菩萨是活活活活的 那菩萨呢 跟宋悟空斗两句 你那一毛不拔 我善才难舍 宋悟空一求的 菩萨点点头 行 头前带路 宋悟空 头前带路 引着观世心菩萨 离开朝阴洞 来到海边 观世心菩萨用手一指 悟空 你先过去 菩萨 我过去 我驾金斗云 我翻跟头 这姿势不太老好看的 我怕在菩萨面前 有不敬之罪 你还懂得礼数 善才龙女 去 到莲池之中 去 一半莲花来 善才龙女 到莲池之中 从一朵莲花上 匹下一个花瓣 交给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往海中这么一扔 悟空 去吧 宋悟空一看 一花瓣 菩萨 太轻 我踩上去就 落水了 浑身衣服都湿了 过不去 且去试来 哎 孙悟空 打个垫簿 蹭 从岸边 纵身一窜 落到 这一半莲花瓣上 从岸上看 小小一半莲花 等脚尖 一粘到这莲花瓣 再一看 这一半莲花瓣 大如海船 嘿 好神通啊 菩萨 走吧 你走 您走啊 你先走 菩萨 走不了 没有奖 没有高 这我怎么走啊 滑不动 菩萨 站在岸边 吹了一口气 再看这半莲花瓣 飘飘荡荡 展演之间 已经渡过海去 渡海观音 所以刚才给您上场时说 苦海长坐 渡人舟 观世音菩萨 一口气 把孙悟空 吹过岸去 观世音菩萨这里 脚架祥云 离开岸边 还没过海 仍旧站在自己 潮音洞外 海边以上 半全空中 用手一指 会暗何在 在 目差会暗行者 躬身实力 会暗 速速上天庭 面见你的父王 到你父王那里 借天罡刀 幼 菩萨 借几把 全 父借来 遵命 目差会暗行者 领了发指 展演之间 来到天庭之上 面见自己的父王 速说前行 借您的天罡刀 三十六把 全套 拖塔天王 不敢怠慢 赶紧让哪吒三太子 把自己这 全套天罡刀取来 哪吒三太子 交给目差会暗行者 会暗行者 接个刀来 贤弟 母亲面前 多多拜上 带我回来 再拜见母亲 目差会暗行者 带着三十六把天罡刀 离开天庭 仍旧回归南海 来到菩萨面前 把这三十六把天罡刀 往上一地 菩萨 把这三十六把天罡刀 揭在手中 顺手这么一抛 用手一指 变 说声变 再看这三十六把天罡刀 刀尖冲上 围成一团 展演之间 霞光万道 锐彩千条 三十六把天罡刀 踪迹不见 变成一所莲花台 观世音菩萨 纵身形 往莲台上一坐 就坐在这三十六把天罡刀 变化成的莲台之上 霞光闪闪 孙悟空 在对岸一瞧 嘿嘿 菩萨呀菩萨 您可真会过日子 自己 南海这儿 有的是莲花 白色白光 黄色黄光 红色红光 您要想要莲花台 从自己莲池中掐呀 哦 舍不得用自己的 还是从别人那儿借 哎呀菩萨呀菩萨 您可太会过日子了 菩萨端坐在莲台之上 把脸一沉 用手一指 噗 修得裸造 偷钱带路 快去打救 你师父 啊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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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死了 他死了 你 感谢观看